喔 那我們... 輻射高效 那隻狗 舊港高效 欸 我還帶著我的河圖 快樂高效 那這邊前幾樓應該還不太需要吃到吧 因為我比較卡的關卡 我再吃喔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從49樓開始 那49樓是要打呼吸感的幾樓 應該還好喔 通常這些東西不會太貴 而且他的目標只有開... 發電機而已 打一下吧 好 另外鎖在... 樓上啊 剛才是在樓上 好 我們直接去樓上截 欸 這邊還有鎖 我樓下先截完再去樓上截好了 那像這種啊 圖書館的... 那個發電機啊 如果是在這種位置的話 你都可以利用... 呃...書櫃 都可以利用書櫃喔 那這樣基本上就比較不會被怪打到了 不過要...稍微...要有一點跑酷技巧啊 不會覺得我這樣 不過也...開不到 欸 他這樣還打到我 這麼剛好 再過來應該剩... 這裡還有... 其實... 女妖也不用管他了 女妖也就...要紅就紅啊 反正我也不想打怪 不打怪畢竟可以省時間了 欸 你有開到嗎 哎呀 動太快了 不過說過囉 前幾樓其實... 比較...沒有... 太大的差異... 欸 Bug掉囉 欸 完蛋了 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子 我...不是吧 他打... 欸... 壞掉頭髮電機啊 這髮電機啟動不了啊 還是一定要把女妖幹掉 有這種事情嗎 沒有吧... 他不是一開啟就開啟了嗎 等等 欸 欸 你這樣打得到我 還真的打得到我 好啊 你打得到我換邊嘛 這樣可以了吧 欸... 暈 好 我們把這邊的殭屍清清喔 我看這樣子會不會 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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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不是很痛啊 可是這個橄欖子掉很兇啊 我應該準備一下我的流彈了 我可以把這邊過來清清 我在下面開好了 完蛋了 我覺得這個殭屍壞掉了 咦? 哦有有有有 oh 咦?還是起伏有開起來诶 只是因為剛好它點是顯示在路上 我看清楚 恩... X10A 這擴散技的傷害比較高 差在這裡 他的傷害如果你是用病毒藥劑的話 傷害會再高一點點 這個應該是這裡 不是耶 下面 我覺得還是剛剛那個發電機耶 所以是要照他的順序開嗎 對了 感染 有有有有 他有開起來了 這個是在哪裡 下面 等一下 這個不是開過了嗎 等一下 我先做個高抗 我先把那個健康 補過來一下 怎麼 第一關就出事不利的感覺 哎呀 算了 直接開 應該不會贏到怪 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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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了 這時候 一早起來還沒睡醒啊 好 OK喔 那就打電機離開了 嗯 我知道 可是我剛剛遇到的bug 那可是我開了一個發電機 開了四次五次 結果 他都沒有顯示完成 他竟然都顯示說 我沒有開到 好 五十樓的話是擊倒特殊橄欖體喔 呃 如果要快點的話 我會稍微準備一下踢藥劑啦 那你散彈配踢藥劑 基本上 沒有 我們都是直接秒殺 我們都是直接秒殺 今天還是我們可愛的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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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誇張的素質啊 一槍600多 是一顆只帶600多耶 86 4800 加感染傷害的話 大概一槍可以打到5000多的傷害 非常非常誇張 而且這邊我還沒吃一隻燒喔 呃 五十一樓是骷髏 那應該是女妖 不過通常這種女妖關 如果你跑得快一點的話 根本不用打怪 我想你們說的啊 像這種你只要打得夠快 基本上是完全完全不用打怪的 不過要跑得夠快 這邊我記得怪物應該做不到 這邊我記得怪物應該做不到 呦 開到了 那其實我覺得是省 這個已經不是算子彈消耗的問題 而是你把時間省下來的話 把開槍時間省下來 那會增加你打部門的速度啊 順便關個門 這個要把這個打 這個要把這個打 不要興趣 再過來 這個是 樓上的嗎 對 應該是樓上的 這次好處是因為他這一次不用 呃 這個要清掉 太多了吧 我之前 我記得以前這關破好幾 不過也是以前啦 慢慢叫 欸 我會直接走 注意太多 我以前打這樓打得 真的是日月無光啊 欸 我記得我當初啊 拿A2打這樓的時候 還有失敗過 不開玩笑 我以前拿A2打這樓的時候 是真的有失敗過 主要是因為他那個女妖把怪招出來 你沒有即時清掉的話 怪物會 尾在發電機旁邊 那到時候他那個發電機 就變得非常難開了 不過因為現在K子G的傷害 真的太高 基本上 像這門怪啊 只有等級16的情況下 都是直接秒殺 輕鬆處理掉 安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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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 好久沒有早上開台了 好 那這邊51樓 我們也是輕鬆過關 51樓我以前有失敗過一次 我印象非常深刻 真的 那個 那時候真是一個不小心就會 就會失敗了 好 再過來我們的52樓 停電 停電的話也是一樣 開發電機的關卡 那這邊 也稍微 上52樓之後 我會稍微比較認真打一點點 雖然不會到說真的 非常非常的 認真去打 不過還是要 嗯 稍微拿好一點的槍吧 速度快一些 呃 大概要 至少要上70啦 因為 我覺得現在 第一個是大家的 平均等級都起來了 再過來是 因為有多了 KSG這把槍 你會發現 呃 你KSG的傷害 跟A2的傷害 是不能比的 是不是 你看 KSG鬼神般的傷害 快 欸我這把KSG還沒有 你不會走過來吧 不過你不會 對 快 再過來是樓上了 好 我們上去吧 我這邊這樣照弄有點解啦 不然有時候 是真的 不小心就會忘記 欸這個好像 不用輕鬆過來 不用輕鬆了 我們還要少開槍吧 畢竟 KSG雖然傷害很高 但是還是有很明顯的缺點 KSG的 換彈速度啊 跟射速啊 是目前KSG 比較 難去 克服的一點啦 除非 你們本身的KSG 有抽到 換彈 或者是射速 那 這樣的KSG 在你的DPS速度上 會提升不少 對啊 所以這個版本的KSG 我真的覺得是神槍齁 真的是神槍 可以 讓你們在打 橄欖者 有點像這種橄欖者 嗯 比較不會動的怪啦 會有 很棒的輸出 那 如果你的槍法準的話 甚至可以拿 KSG 當作打架槍 但是槍法又很準喔 那像我這個 苗邊大師啊 基本上 比較 沒有辦法 那這邊 痾 這一樓 這一樓你可以先把無人機叫出來 這是第幾樓 我看一下 53樓 53樓可以先把無人機叫出來 然後 用無人機去扛傷害 因為這邊 怪物 會去打無人機 所以那這個版本又無人機不消的情況下 基本上 會 喔 完了沒死傷 哎呀呀呀呀呀 不行 那個 換彈 多到了我的時間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進這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把 讓怪物稍微 重置一下 好 怪物重置之後 我們就可以出來開發電機了 啟動發電機 還有哪一台啊 外面的 好 那就直接出去了 這邊可以的話 喔 我們剛剛把無人機造出來 來不及 這邊剛剛一樣啦 如果我把無人機先造出來的話 可以少開槍 不過53樓 目前來說 整體的速度 這樣打起來還是算很快 畢竟很多怪物是直接pass掉的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欸對了今天聖誕節 大家聖誕快樂 不過 對於沒有女朋友的我 沒有女朋友的我來說 聖誕節幹什麼屁事啊 超 超自爆自情 反正我沒有女朋友 大家聖誕快樂 大家聖誕快樂 呃 橄欖傷害比較好 橄欖傷害加的%數傷害 比較高 一定會比毀傷還要高 因為 毀傷在打怪的情況下 只會多2點傷害 雖然對閃彈來講不錯 因為閃彈一發子彈會加2點 他一共會加12點傷害 所以對閃彈來講不錯了 但是 比不上你橄欖傷害上升 你橄欖傷害上升 有個 有個10% 基本上 都打出來的數字 都已經比果上還要高了 小羽安 早上好 哇小羽也要有不見的 欸你知道以前拿A2打這些怪有打頭痛苦嗎 現在完全level不入樣啦 現在是一槍一隻啦 這差太多了這速度 連攻頭也是一槍一隻欸 超扯 可是聽說啦 聽說他有 有把那個高效的平均等級往下拉 有把怪物的等級往下拉 我覺得以前打到50幾樓 根本沒有辦法這樣打 以前50幾樓開始就非常燒槍了 而且怪的數量很明顯變少 以前這邊的怪 大概一個發電機都有5隻怪在手左右 現在只有3隻 你們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雖然我很沒有去看啦 但是我知道那時候大概上50樓 你不小心打 根本沒有辦法 那現在有 護甲啊 有護盾啊 然後有 負武器的情況下 其實要打這些樓層已經不算太困難了 喵喵早安早安 早上好早上好 喵喵 神術 上個版本打 我沒有欸 我上個版本打到63樓而已吧 因為 我那時候 呃 第一個是 沒有很認真在打 然後第二個是 欸 好像不用打 我開了一槍 剛剛我應該直接過來開發電機了 因為這些怪不會跑過來 我不開槍的話 喔這關是有進無退啊 54樓以前也是難關欸 現在是滴滴走 以前有進無退非常困難喔 54樓 53樓 54樓 我記得我那時候都有失敗過 哇現在 整體的火力 CASG真的會太猛了 呃對 63樓是火力輸出關卡 你的火力不夠啊 你的 裝備不夠啊 基本上那時候63樓過不了 可是這個版本來講 不太可能會出現火力不夠的這件事情 兩個原因啊 第一個是 副武器開放 你整體攻擊力直接下11點 這個差還不夠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CASG喔 所以根本不用怕說有火力不夠的事情 那接下來48樓挑戰特殊橄欖體 我已經沒有 我已經沒有高抗了 一樣輕鬆引壓 我這邊連高抗料理都不想吃欸 應該不是不想吃 是不用吃 你知道嗎 站住 蛤 龍呢 剛剛還在的 欸你們昨天上了 你們昨天上了63了嗎 今天吧 沒有 沒有那麼快吧 喔53喔 對啊 以前的53樓很可怕 以前的53樓真的很可怕 那個只要 你有一兩個發現機卡住 你只要卡一個發現機 基本上就不過了 好那我們新的螢光棒拿到了 是我們的 紫光銀棒棒喔 會有 紫色的光棒 而且 小尾巴直接變三條了欸 好多喔 呃 如果說 你們的裝備 沒有這麼好的話 我會建議到 62 打過就好了 因為 你除非你要拼高 高名次啦 可是這一次的名次來講 這一次的名次來講 至少65好不好 去拿個鑽石 拼個鑽石啦 因為這個版本來說 你只要有12樓 你要上到65 我相信沒有問題 那你這邊配合T藥劑 配合負武器的無雙 再加上料理啊 跟高亢 欸你要算一下 你的傷害會提升多少 你們傷害會提升非常非常多 這邊的話 我記得 欸 沒有那個 好吧 這邊看來 我們只能先把那塊清掉 這邊好像可以不用清啊 其實這邊你們直接在入口 開無雙機就好了 不過 既然被小心走過來了 我就直接清掉了 這邊你們躲在最裡面這裡喔 直接開無雙機過去就好了 那這邊要怎麼用呢 你首先手動 開 手動操作無雙機 怪不用清喔 這邊怪都不用清 你只要躲在這裡面 手動操作無雙機 然後 痾 這樣子就好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可以先開起來 另外一個在對面 清過去好了啦 反正怪不強 享受虐怪快快快快 因為 這個發電機是可以無傷開啦 這個發電機 可以無傷開 我試一下 開發如下 先跳進這個小房子裡 然後 在這個點 設一個彈藥箱 然後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無傷開啟 快電機了 讓不知道的人學一下喔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高校打法 等一下可以穿牆嗎 好了我想太沒好了 不能穿牆走吧 小技巧提供給大家 那這邊的開發是把 怪引到裡面去啦 你先把怪引到房間裡 再關房門就好了 不過這邊因為活力太高了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結合 對 輕輕鬆鬆 欸56樓都是秒怪了欸 嗯 固定 固定 有些關卡不是啦 用火焰擊敗感染者 這關也有 這關也有優化過 這關以前是 地上會有火焰 我剛剛是沒補子彈 算了應該沒有 喔對對對 這關地上會有火焰 然後這關的打法是 直接開門走 連開槍都懶得開槍 連開槍都懶得開槍 欸喔要清怪喔 擊敗感染體 胖胖 嘿 好走 這個呢我看一下 不用獨一條 不用獨一條的門 我就直接這樣 開關門 開關門這個你們要學起來喔 關門擋關這個你們要學起來 這個在於 呃後期啊 如果有到80樓90樓的話 開關門這個會非常重要 對所以這關的打法是 你們要直接從旁邊的小門經過 這樣子就不會被火焰燒到了 他這關的設計是這樣子 你們要從旁邊的小房間經過 那小房間裡他都有設計怪物 開啟發電機之後 都會出怪 然後你再把怪清掉就好了 你一定要把怪清完才能離開房間 我現在 KSG的火力太狂 太誇張了 我這KSG 我在這邊一把 一槍可以爆到700 然後700再加上感染者 呃再加上病毒彈的話 我一槍將近有800 一顆子彈有800 七顆子彈 就5600的傷害了 這邊怪是直接秒殺等級的耶 超誇張 真的超誇張 我現在97D 這個火焰的傷害 感覺是燒怕傷 真的非常多 50幾樓後面好像都是發電機了耶 跟以前一樣 沒啥心意 不過我 我打槍是都會炮槍 我就假的 好 下一關 已經搭乘電梯離開囉 輕輕鬆鬆 好毒怪好毒怪 我看一下那個門要不要毒條 門不用毒條我們就直接離開 不用毒條 KSG一定要買 KSG算是12裝的神槍 真的算是12裝的神槍 他的殺傷力啊 傷害啊 非常強 這關也是不用開槍的關卡 那這關稍微教你們一下怎麼撿 這關靠的是你的跑酷技巧 這關可以完全不打怪 完全不打怪 那打法如下 首先呢 我們先找到我們的 發電機 然後我們從書櫃上跳過去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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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我保護技巧有帶毒力一點 好 這樣子 然後 跳過來這裡 然後在這上面就好了 就可以把這兩個發電機無傷開起來 那 那這關所有的關鍵機都可以這樣開喔 這關所有的關鍵機都可以這樣開 只是要稍微訓練一下你的跑酷技巧 稍微 稍微而已 那無傷開我是覺得這樣的速度還是最快 因為 就等於說你不用浪費時間開槍 我覺得這個已經跟那個槍之消耗沒關係了 而是這樣的開法是速度最快的 我的三星 我們這邊大概平均15萬左右 平均大概15萬 好那接下來我們畫不多說 直接來到59樓 59樓有兩個打法 那 我用 我要用比較bug的打法嗎 我看這個bug改掉了沒 如果這個bug沒有改掉的話 就用bug打法吧 我這邊都教你們最省時間的打法喔 我這邊都教你們最省時間的打法喔 因為這關其實可以一路清啊 欸不是這關欸 等等等等不是這關 59樓包圍網 我想一下 好像 那我們就壓過去吧 這關不是 之前有一關是你要先把所有門打開再走過去 那這關看起來不是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薑之清清喔 沒有跟他在演的 沒有跟他在演的 那這關是你開了發現機之後 會開始出怪 然後如果你清的速度太慢的話 你很快會把房間裡會塞滿怪物 會非常的危險 呃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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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關卡其實還不太需要無人機 因為這個版本你高抗加料理再配無雙的傷害 已經太高了 高抗料理加無雙 整體的傷害已經可以讓你非常非常輕鬆的 來解決這些感染者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無人機已經是個 沒兩可東西了 我還是很專業欸 怎麼會那麼專業啊 真糟糕 專業打高校 這個門不是 找錯門 那應該是這個門 一樣喔 記得隨手關門 養神關門的好習慣 那打高校就沒問題了 嗯 十二裝 十四裝吧 十四裝才需要把裝備搞起來 那 如果十二裝的情況下 買一件好一點的藍凱 然後三級護盾跟KSG 這三個東西在打副本啊 在打架來說都太強了 所以 會建議你們準備好 十二裝升級的時候 三級藍凱 然後 藍凱 三級護盾 跟KSG A2反而還比較不虛 哇 我不能打到六十樓喔 那就結束囉 那就結束了 我 因為我上次 我有在打這個東西啦 我真的有在打搶救 結果 我既然六十樓不能打 哇 真糟糕 好吧 那今天我們就到五十樓 明天的話 我再去 明天的話 我再拍 我們從六十樓到七十樓的影片 剛好十一樓嘛 那沒有辦法 今天只能到這裡了